第1538集 同一时间,本源宇宙深处,三道门户如同正常门户大小,矗立在宇宙星空之中。 三道人影在门下盘坐,坐镇这些门户。 就在此刻,忽然有人声音低微,轻声道,门在颤动。 有人的门户在微微颤动,动静很微弱。 门后有动静,发生了什么? 声音响起,宇宙安静一片,好像在听什么声音,片刻后人黄淡默道。 门后出了问题吗? 没人接话? 不如进去探查一番。 此话一出,有人开口。 不可,后门世界玄妙无穷,很容易迷失。 哪怕你我进入其中,也有可能迷失在混乱星空。 那边虚空重叠,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迷失在无济虚空中。 人黄淡淡道,五等没那么容易迷失。 门不可开。 另一人淡默道,既然门没破,那就不可开,以免出现变果。 人黄不再说话,闭目盘坐。 而此刻,人黄却是侧耳倾听。 听自己身后那道门的动静,没有动静,不知先前两位是否感应出了差错。 人黄闭目不语,也没继续说话。 门后的世界,他了解的也不算多。 不过众人都知道,门后的世界很复杂,一重重的宇宙在叠加。 也许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多重空间比九重天还要复杂,也许和九重天也有一定关联。 人黄闭目,心中确实想着事。 此刻,门后好像隐约间有些动静,好像风在吹过,好像爪子在挠门。 微弱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然而,人黄依旧有这样的感觉。 也许,有人进入了门后世界。 人黄不吭声,门不可破,门后也许有种子。 那颗复生之种,四门封堵,就是为了堵住这颗种子。 不然种子消失,可真的堵住了吗? 那颗种子还会出现吗? 神皇他们进入过门后,在那边又做了什么? 人黄念头一闪而逝,不再去想。 有些事儿,自己心中有数即可,大家彼此算计,就看谁技高一筹了。 龙变天,张涛脸色欲加阴沉,不断强化方平肉身,防止他肉身崩溃。 可方平的本元气还在异散。 此刻,张涛忍不住低骂道,混账东西。 这一句赤马,不知道是在骂方平胡闹,还是骂方平不该为了王若兵冒险。 龙变天地也是愁眉苦脸,他也没想到方平会灾了。 救人是他求方平救的,现在方平出了事儿,谁能担起这责任? 女儿生命力不再流逝了,应该方平发现了问题,解决了这问题。 可现在,方平回不来了,不止方平还有苍茅。 苍茅背后也关系了太多人,一旦苍茅也无法回归,龙变觉得自己还是自枪谢罪算了。 要不然这些人能疯狂,就在龙变担忧的时候,虚空破碎,镇天王回来了。 镇天王身边王金阳虽急,不过还是保持了镇定,朝张涛二人微微躬身,很快走到方平跟前,探查了一番,沉声道。 本源困在了本源宇宙,无法回归。 不错,苍茅能遨游本源,一般地方困不住他们,能把他们困住,必然是不简单的地方。 整个本源宇宙有危险的地方就那些,最神秘的就是身处的门户所在区域,如今,皇者未必想要杀了方平。 既然如此,方平可能不是被皇者出手给镇压了,或者困住了。 那他和苍茅很大可能是无法回归。 门前的道其实我们都算熟,真正不熟悉的,那就只有门后的道。 镇天王看了一眼,还在昏迷的王若冰。 王若冰无缘无故地,生命里流逝,随着气血之门破碎而流逝,可能就是受了影响,受了波及导致的。 方平和苍茅能找到他的本源,解决了这个问题,代表他的本源距离方平他们并不愿。 可我一直没发现附近虚空,也一直没找到任何有异常的地方。 如此说来,被困在了门后。 王金阳点头,沉声道。 你是觉得,我们被困在了门后世界,而门后的世界也许就在我们的对面,但是我们却是无法发现,是吗? 不错,如今也就只有你们几人有希望救回放平。 西年门户还没铸造的时候,其他人都没走那么远,也不曾到过门后的世界。 你们不同,你们是集到天地转世,哪怕没有全部涉足所有区域,应该也有一条道走到了尽头,去过门后世界的范围。 既然如此,你们如今反走大道,可能走的就是真正的道,而不是我们的虚门所在,所以打破虚门的气血一道强者,恐怕无法引路,你们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王金阳微微点头,接着沉声道。 可以试试,但是有一点,他们就算能被我接引,恐怕也是要路过那些门户。 门户那边现在有皇者作战,一旦发现方平他们突出,那也是巨大无比的麻烦。 门后的世界神秘无比,哪怕皇者都未必知道一切,所以……。 王金阳看向镇天王,低沉道。 这事,还要前辈出手才行。 镇天王好像知道他要说什么。 唉,这家伙闯祸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大。 好,待会儿我尝试破碎第三道门户,吸引所有皇者注意。 此话一出,老张急忙道,破碎第三道门户,你可以吗? 不行,但是可以尝试一下,破三门哪怕是虚门,也必然会引起动静,引起真正的门户动荡。 那些皇者会注意到我,王金阳若是抓住了机会,方平那小子聪明点,可能就有希望安全破除。 王金阳点头,出声道。 前辈别在这边尝试,去八重天尝试,八重天距离本源要近一些,引起的动静更大,最好能吸引三界,一些破八的强者去观望。 你们这些年轻人光会支持我这老家伙,这小子就不能让人过几天安生日子。 老张之前也在骂,此刻却是没好气道,干点活,哪来那么多话,方平想去惹麻烦吗?这不是若兵出了事,危险得很。 方平骨子里还是重情义的人,龙便前辈帮了人族那么多,方平能帮,难道眼睁睁看着若兵去死? 他哪知道会出问题,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苍茂一起去了。 老张说了几句,帮方平辩解了一下,顺便也安抚拉拢了一下龙便。 龙便天地有些不安自责,他看到了,方平若是真出了事,老张哪怕不说,也不会太爽,可现在不是还没死了? 既然如此,那就没必要这时候做了好事,还得罪了龙便,没那个必要。 郑天王失晓,也不再说话,迅速破空而去。 他一走,王金阳马上道。 部长,为我护持,我现在入气血之门,尝试看看能否召唤方平他们。 若是有可能的话,方平也许可以直接从我的气血之门回归。 不过…… 顿了顿,王金阳沉声道。 怕就怕,我的气血之门深处,未必畅通无阻,我也没走太远,前方有阻碍,未必畅通。 还有,要是方平不是被困在那边,或者被人封印了。 老王没继续说了,若是那样的话,他也救不了方平,没人能救,除非皇者出手。 是是,若是真的不行,你自己退回来,别丢了性命。 这一刻,老张忽然冷静了下来,这混蛋小子真的完蛋了的话,你来顶他的位置,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我们损失不起了。 王金阳深吸一口气,吐气道。 明白,放心吧,部长,那我开始了。 好,张涛面色沉重,而今也只能指望王金阳了。 还有,方平那小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机会,一旦无法突破出来,说是说老王顶上哪有那么简单。 哎呀,别费力气了。 方平看着苍茅在努力破门,轻笑道,省点力气,这门户破酒之力,也只是打破一个小洞,哪有那么简单被你打破。 苗,骗子,你要死了。 是啊,我要死了。 方平忽然笑了起来,笑着笑着,轻声道,死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当然,我也不是那么轻易放弃的人。 方平顿了顿,看向四方,奇怪道,之前打破了门户,后方有大量的能量,可现在我们既然在门后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看到? 这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方平已经明误,这门后世界比他预期的还要复杂,这地方也许还有一些特殊之处,之前那些能量呢,气血之力呢,都没了,还谁说,门户如同一堵墙,那些东西都在墙体内。 草猫打不开气血之门,方平丝毫不意外,这猫再强,也没希望打破这些破酒都难以击碎的门户。 走,大猫,找找别的出路,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些能量所在,若是能找到,锻造精神力,你这猫也许能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神力皇者。 草猫精神力很强大,不过到了草猫这地步,就算强大,也难以运用到实战上。 不过再强大一些,这猫也许有希望,精神力正道。 草猫喵污一声,他不想去找,他就想打破这门户回家。 草猫身体消散了大半了,哪怕不断用本元器补充,此刻也无法凝聚实体。 草猫没管他,拖着大猫的尾巴,没给他继续抓门,抓了没用。 拖着草猫走在这浩瀚的宇宙中,草猫已经看不到王若冰的那颗星辰。 草猫忽然道,之前那只手从哪来的,是外部还是内部,内部的话,代表这地方有人,外部的话,代表那人可以进入这世界。 草猫说着,这世界四道门都挡住了去路,哪怕皇者,想进来恐怕也得通过四道门户进入。 这么说,之前出手的那位,要不在这世界里,要不掌控了一道门户? 草猫可怜兮兮地看着他,不太明白方平这时候为何还要说这些? 方平却是极为理智,分析道, 大猫,之前说镇天王他们说,豆和神皇有可能降临,这代表他们也许没掌控门户,而且能降临,那也许不在这边空间中。 这片空间没那么容易降临,再换句话说,之前出手的那位未必就是神皇。 草猫还是迷糊,此刻也不再催促方平离开,因为好像真的无法离开了,此刻方平有事要交代,草猫只好倾听。 九皇四帝其实不止这十三位枪转,还有开辟本源内人,还有镇天王的师父杨慎,我们总是容易忽略这几位, 实际上暗中潜伏的强者也许超过了十五位。 王若兵是神皇的门人交给龙边的,就一定是神皇在布局,那也未必。 你不是说都给打死,这样不就不用分析了吗? 方平愣住了,看向大猫,这猫一句话简直堵得自己无法反驳呀。 是啊,他分析来分析去,其实是想将九皇四帝做一个划分,哪些人可能是敌人,哪些人有希望拉拢,被仓猫这么一说,方平忍不住笑道。 凌皇还在其中呢,那就不打大胖子,把其他人都给戳死,那要是凌皇也参与了布局呢? 苍茅陷入了纠结中,嘀咕道,那要不,要不打他屁股? 方平翻了个白眼,这猫的建议永远是那么不靠谱。 方平也没再分析,这些事儿苍茅若是能回去,一说老张他们也能判断出一些东西来,等死也不是方平的风格。 此刻的方平虽说表现得云淡风轻,可也不想就这么白白死了,哪怕真的要死,他方平也不能死得这么无声无息。 活着的时候辉煌,死了,他也要辉煌。 若不是有些顾忌,怕牵连了苍茅,此刻的方平也许根本不会找什么出路,浪费时间。 他之前也许根本就不会离开王若冰的本源空间,而是想办法干点什么,甚至直接摧毁了那颗星辰,让一些人的计划落空。 不过此刻苍茅还在,方平还是放弃了这些计划,他死了,苍茅未必会死,到了这地步,何必拖着这猫一起去送死? 他若是真破了一些人计划,那些人绝对不会放过苍茅的,何况也未必能破得了。 方平深吸一口气,哪怕本源体不用吸气,将心中的一些不干和躁动压下,方平思维迅速运转。 这些门户,都是后来才打造的,一开始,本源世界中并没有门户,既然没有门户,那为何要在这儿打造四道门户? 封锁这片本源宇宙? 危险吗? 苍茅顺着他的话问,他不知道? 封锁得这么严密,之前说是为了让本源舞者更好地走本源道,九皇四弟是功臣,为了减少本源舞者的自爆概率。 现在我倒是不太相信了,这地方必定有秘密,不只是之前的秘密,还有其他秘密,若是只是为了连接那些大道,其实也没必要铸造这些门户。 大猫,看出来了吗?这四道门户,是不是更像是城墙?